上下五千年第四集 姚顺让位 传说皇帝以后 先后出了三个很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 名叫姚 顺和宇 他们原来都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那时候 做部落联盟首领的有什么大事 都要找各部落首领一起商量 姚年纪老了 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 有一次 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 姚说出他的打算后 有个名叫放齐的说 你的儿子丹珠是个开明的人 继承你的位子很合适 姚严肃的说 不行 这小子品德不好 专爱跟人争吵 另一个叫欢兜的说 管水里的贡公工作倒做得挺不错 姚 摇摇头说 贡公能说会道 表面恭敬 心里另是一套 用这号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 姚继续物责他的继承人 有一次 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 要大家推荐到会的一致推荐顺 姚点点头说 哦 我也听到这个人很好 你们能不能把他的事迹详细说说 大家便把顺的情况说开了 顺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 人们叫他骨骚 就是瞎老头的意思 顺的生母早死 后母很坏 后母生的弟弟名叫相 傲慢的没法说 骨骚却很宠他 顺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 所以大家认为顺是个德行好的人 姚听了挺高兴 决定先把顺考察一下 他把自己两个女儿 鹅黄女婴嫁给顺 还替顺住了粮仓 分给他许多牛羊 那后母和弟弟见了 又是羡慕又是忌妒 和骨骚一起用计 几次三番想暗害顺 有一回 骨骚叫顺修补粮仓的顶 当顺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 骨骚就在下面放起火来 想把顺烧死 顺在舱顶上一箭起火 想找梯子 梯子已经不知去向 幸好顺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立帽 他双手拿着立帽 像鸟张翅膀一样跳下来 立帽随风飘荡 顺轻轻地落在地上 一点也没受伤 骨骚和顺并不甘心 他们又叫顺去掏井 顺跳下井区后 骨骚和顺就在地面上 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 把井填没 想把顺活活埋在里面 没想到顺下井后 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 钻了出来 又安全地回家了 顺不知道顺早已脱险 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 跟骨骚说 这一回哥哥准死了 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 分一分了 说完 他向顺住的屋子走去 哪知道 他一进屋子 顺正坐在床边弹琴呢 谢尔心里暗暗吃惊 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多想您呢 顺也装作若无其事说 你来得正好 我的事情多 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 以后顺还是像过去一样 和和气气 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 骨骚和巷 也不敢再暗害顺了 姚听了大家介绍顺的事迹 又经过考察 认为顺 的确是个品德好 又能干的人 就把首领的位子 让给了顺 这种让位历史上叫做善让 其实在士族公社时期 部落首领老了 用选举的办法 推选新的首领 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顺接位后 也是又勤劳又简朴 跟老百姓一样劳动 受到大家的信任 过了几年 姚死了 顺还想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 让给姚的儿子丹珠 可是大家都不赞成 顺才正式当上了首领 我是子飞 创作不易 欢迎您订阅和点赞